当熟悉的音乐一响起,你是不是被震撼到了呢? 架子鼓,即爵士鼓,是爵士乐队最主要的打击乐器。 它起源于美国,流行于全世界。 在乐队中,鼓手掌握着乐曲的速度和节奏等重要环节。 尤其是在爵士乐中,鼓手特别需要与其他乐手保持默契的合作状态。 徐怀玉的这首踏浪,用架子鼓伴奏,让人听得心潮澎湃,热血沸腾,忍不住要跟着摇晃身子扭动起来。 看着这群小皮孩的表演,我的内心不会砸沉。 说我羡慕极部分,那肯定是有的,小时候,我也曾有过自己的音乐梦想。 读初中时,甚至自己作词作曲,自己演唱了几首歌,并在儿时的玩伴中流传开来。 只不过,那时我都是自己评感觉唱出来的,因为我不会写谱。 读大学时,还报名参加了吉他培训,后来因为买不起吉他而被我放弃。 所以,现在看到这群衣食无忧的孩子,我难免会羡慕他们。 自古英雄出少年,我极度愤得同时又感到很欣慰。 毕竟,这是时代的进步,祖国的经济日益发达,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跟着提高。 我们这一辈的遗憾,在年轻人的身上可以弥补。 看着他们快乐地成长,全面发展,我们也会为他们感到骄傲。 架子鼓鼓手可以算是乐队的领袖了,而他则是这个培训班妥妥的C位。 你会敲架子鼓吗?欢迎留言分享你的音乐经历,记得点赞关注。